看完这条资讯我们再来关心下 相关的专家就呼吁要重视行业培训的重要性 行业培训联盟欢迎政府本周发布的 高等教育政策中涉及职业教育培训的相关政策 行业培训联盟首席执行官马克表示 很高兴政府第一次给予职业教育培训扶持政策 他表示行业培训联盟期待能与政府一起协商工作 以确保职业培训和行业培训能够足够的重视 马克称目前全国只有30%的大学毕业生进行教育 高等教育部门必须认识到70%职业培训 在创造职业机会方面的重要性 据介绍每年成千上万的员工通过职业培训 获得了技能 知识和广泛的行业就业资格 马克说发展技能的劳动力会增加我们的经济 和改善我们的生活质量 高等教育部门 行业和政府有一个共同的责任 那就是确保职业培训成为继续学习 真正重要的一个组成部分 同时 雇主必须驱动对技能的需求 高等教育部门也必须对此做出迅速的反应 马克特别提到 另一个重点区域 是需要提升毛利和岛民的学习成绩 行业培训联盟是一个自愿的会员 组成的代表所有新西兰行业的培训组织 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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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